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艺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讲解 住家门和住家的前院 住家的前院它的原则 院前管外园 院内管内园 等于说我们住家的前院 这个院前这都是外园 这是里面的室内园 一家的和谐室内园 我们如果住家外门出去 像澳洲和纽西兰等等其他先进国家 日本也一样 都是在尊重着他人 我家的前面弄得很干净 前面的左邻右手 他们出来不影响别人的心灵的时候 叫做大慈大悲 但是站在台湾 我们中国人 确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 自私自利的国家 满口的佛法 满口的道法 满口的慈悲 往往只顾我自己 你他家不管啊 常常碰到这个事情 很可怜 所以慈悸菩萨文 大家在创造 世间的和谐 环境帮忙整理 义工整理 这个都非常好 非常好的菩萨恨 所以这个政言大师啊 他的慈悲带领那么多人 创造社会的和谐 创造社会的净土 我们很赞叹 我们也很多到场的环境啊 伤害到周围的环境 伤害周围出品的卫生 包括我们先活事 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 也会舒服的 醋饼桃胃也卫生 我们也 会努力来做 大家要努力来做 不要伤害到 左邻右舍的卫生的时候 就是一件功德啦 所以 人间的净土 先进的国家 已经是人间的净土了 我们除了要学习以外 我们要赞叹 我们更加要学习 我们这个庭院 内院管内园 庭院与内 环境卫生 很重要 在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毛病 至少门前写 不管他能瓦上霜 这个是中国人的名言 这一点 这个名词 确实让我们人 如果相反 会去还省的话 就 会做好环境的保护 不然都自己 找一找 不管 我们以为信徒就这样 一大早早上起来 他就 扫给别人 结果隔壁那一户 奇怪怎么这样 换他早一点起来 就把他扫过去 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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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都很不好 很不好的想法 所以 人会在一起 就是有善缘 才会走临 有时候 眼清不如近临 好 内院 一定要保守 干净 内院的干净 一家的缘分 若是 你内院 你这边 很脏的话 这边很脏 很乱的时候 表示小孩 表示小孩 心乱 小孩没有智慧 右边 如果这边有石头 大石的时候 小孩 不乖 小孩握拳 小孩握这个拳 如果 虎方有流水 哈啦哈啦声的时候 家里的小孩子 父子 伤感情 母女 母子 伤感情 这个内院 就是内园 如果内院 我们种了一些有刺的 有刺的花 刺的草 这边呢 就会 比较会发生的 皮肤病 发生皮肤病 好 那如果是内院 我们在龙边 乱七八糟 尤其是男生 男生 男 孩子 好 心烦 气暴 气躁 我们 身为男人 好 很自然 有一种力量 好像精疲力尽 身体 好像没有力 很疲倦 印证很多 如果在正前面 前面乱 就口熟 口熟多 口熟思惟 家里争吵多 争吵多 在这里的话 前面混乱的话 乱七八糟 好 在民国七十二年的时候 在悟风 有一位林家 他家全部在生病 全部在开道 原因在哪里 他呢 家里也开一个公坛 一个公团 他呢 乡下房子路 进来 很大 他当时我们台湾 电动玩具 政府取缔 电动玩具店 政府取缔 这一位林家 他们兄弟就 也是 很惜福 将这个取缔的 这个 木头架子 箱子 全部再回来 全部再回来 在这边 尤其在这边 哇 电机起起哭哭 都在这边 分解 起起哭哭 那么电机 什么都在白虎洞 尤其前面的乱七八糟 整个都乱七八糟 那我挂 站挂起来 哎 你们前面白虎荒 洞 又跪又洞 哈 这个 白虎荒也洞 跪也洞 这个你家里一定不平安 你们在做什么 哈 就是电动玩具 那些 把他捡回来 在那边就 哇 弄成他们三兄弟 这老大老二老三 三兄弟 血光连连 我说不要了啦 你所花的钱 也不止 哈 那些你捡回来的 哈 那么你就不行 那我说 能不能改到左边来 我說左边会比较好一点啦 所以他回去把移到左边来 左边洞 左边洞 你猜猜 净的东西 乱七八糟 踩在这边 还是一样 好不了 哈 后来就跑去 我在台中 又问我怎么办 你到屋外 纏去做嘛 不要晃到里面 去去口口 乱七八糟 那心乱嘛 心烦嘛 好 后来就全部移到外面去了 好了 静下 我问他说 你家有公坛 神坛 为什么没有讲呢 有啊 我家的神坛讲了 因为他的 是哥哥弟弟 当鸡头嘛 大家不信任自己讲话 他不认了神来讲 所以人家介绍了 我用普卦了 那没有问题 回去 弄掉就好了 所以念愿 念愿 是念愿 外愿 愿外 是外愿 若是 像这一座 这个庭院 这么大的庭院的时候 好 我们这边 好 我们这边 有的人 就盖个一个厕所 盖个厕所 哈 这个大胸 握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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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的时候很糟糕 那大胸 还有这里咧 去做那个操补 切成啊 苍啊 米苍 米苍也是握拳 也是胸 在右边都不行 你只能移到这边来 米苍在这边来 就好了 你在这边 胸 厕手 胸 我们在台南 一位信徒 好 他呢 开了一家工厂 原来生意很好 好 很好咧 他呢 买了两部面子的车子 他住家 干什么 好 这边是工厂 我们 外面的路 水 从这边来 不错 好啦 他赚了钱了啦 他就买了 两部的 賓士车 一部太太 一部是他的 他专门做李文 李文的总批花 再一盖起来咧 结果呢 白虎方 兵器族 奴器族 他做了 这个 旅工厂呢 人家开了票 跳票 员工吃气了 钱收了 不拿回来 员工就跑了 弄成了很多钱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我去看 我说你这拆掉 老叔啊 这拆掉 好车子 那个晒太阳 晚上那个路啊 那个很酸 我说你这个 阿打 你这个守本求末 人是活的 东西是死的 那等到你全部都 赔光的时候 你才贵眼 你也很奇怪 你说跟我一个徒弟一样 非常可爱 他买 当时买了一部 Blovo的车子 下雨天了 他骑摩托车 去到 京西威远 台中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骑摩托车 新车子不能是年女 所以他骑摩托车 去了 你看 很有问题 我说你这买车子 买车子就是要一簧 下雨 刮风大雨 你还骑摩托车 海车子晃在臭褲 你这完全一样 我说 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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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的时候糊涂了 让你没有办法去相信 哈哈 就是这样来 所以这边 摩托车 白虎 拆掉就好 他要问我说 能不能该在这边 我说阿弥陀佛啊 你的头脑是不是有问题 你光的 即将那部车子 我告诉你 Benz的车子 它的烤漆特别好 晒一辈子也晒不坏 这样喔 哪里有可能开一辈子 开几年就差不多了啦 你这里 气就挡住了 气进来就挡住了嘛 所以拆掉 走都拆掉 好了 所以 孽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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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孽怨家里不平安 父子 夫妻 兄弟 这个瓜果 就会来 孽怨 孽怨 庭院 要清洁 不要种豪华美观 尤其咧 我们的庭院 这个 排的越复杂的东西 越不好 越复杂了 越复杂的东西 越乱 那么庭院 应有适当的花木 庭院适当的花木 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的花木 我们眼睛是水火 有木 木头 就木火通明 是一种智慧 我们的很多庭院 它全面 哇 就把它全部 铺落 薄油 也好 薄油还比较好 水泥 一出门就很亮 太亮了 太亮 上火过圣 一火圣 上 我们脑神经 上智慧 智慧就多 口舌之灾就多 好 好 再来 这个 庭院的花木 如果太多 太杂 尤其你注意庭院 有胎气的时候 清胎气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那表示湿气带重 好 阴气 多了 我们智慧了 家里的健康就开始要起 好 就要考虑了 好 那庭院呢 排水要舒畅 怕庭院的排水很重要 啊 我们一位电力公司的大公司师 在水里啊 他好多年 官都升不起来 都人家升掉了 家里的小孩子 也是事业很不顺利 就庭院的水沟啊 好 好 懒得去清 啊懒得清呢 是不通 每次下雨 他那庭院里面 乱七八糟 好 他就骂隔壁 你们为什么把水 这个都灌到我这边来 好 你说你怎么不清 你们不留进来 我就不要清 你看这精神有问题 好 有一天呢 他人家介绍 就跑来找老祖了 用普卦了 我说你住家水不通嘛 你住院哪会顺利 连小孩子也不顺利 有机会升官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好 回去了 他太太 就开始 请人 花了一天 把水沟 把它清好 诶 过几个月了 又升了处长 升到那个明潭水库的工程处的处长 他又来了 老师 为什么庭院 那水沟那么重要 我对啊 你花电厂一样啊 水不通 花不了电啊 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庭院的水沟 随时让他水能畅通 事业一定顺利 还有庭院的水沟 有一点 要很小心 水啦 你绝对不能在这边出来 内门的出去 水沟 水口 这个水沟水口 一出去的柴守不住 好柴 很多人 这一点就疏忽了 正在庭院门口 出去的水就出去了 那好柴 或是 我们庭院 你门 门开在这边 这么高高 往下斜的话 往下斜 谁就从这边出去 这边出去 门出去 叫出广长舌相 你 这个 你才守不住 每天呢 疲疑不病 所以呢 这是庭院的 前面的 如果路这样来 我们出去 水这边出去的话 才守不住 在 美国呢 我看你们很多 在从 一门就出去了 直接门就出去 要注意 这个水啦 如果是门出去 水呢 你就捡到旁边来 水从这边来 你出水口在这里 水从这边来 出水口在这里 一定要过堂 叫做过堂 水一定要过堂 才 才可以守得住 好 庭院地面 不应有青苔 湿气 庭院的白虎荒 不可种大树 庭院的白虎荒 不要种大核的树 若是我们的白虎荒 这边呢 种大核的树 叶 音气太盛 你做个梨挂 白虎荒 不能高 白虎荒高了 你做事业 会不顺利 会有很多无中生有 会有很多叮叮答答的事情 会有很多的口酌之灾 当你山煞一会到的时候 山煞连 比翼在西边 在西边 海卯卫 年的时候 海卯卫 沙塞 沙塞的时候 那一年呢 你家里叫 母沙沙 母沙沙 一位信徒师兄 他在南部都种 芒果 他庭院种了一个很大 一百多年的芒果 他要把它砍掉 也不敢 不敢 含掉 确实说实在 他家里很不平安 他做了一个在做蒜桃的生意 庭院 好 这边很大 爽要这边 将近有一百年以上 变成古堡 变成古董 变成古董 变成那个珍奇的树木 它门是开中门 这个树 好到哪里 它可以下面 都掉 下面可以 点点点 掉蒜头 掉蒜头 在这里自然晾干 自然晾干 它做蒜头的重量 可以减少 损失 而且 虽然蒜头 特别的辣 特别好 这样 但是 每三年要破财一次 每三年要了一次大钱 然后来问我 各位 怎么办 你们先是大师 我是业主 我请问你怎么办 怎么办 不砍也不行 砍了要一百多年 简单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盖个房子 高一点房子 让它平衡嘛 盖个房子高起来平衡 当仓库就好了嘛 他这个仓库一盖起来 这棵树 渐渐的困 渐渐的困下去 渐渐的黄下去 那又可惜又怎么办 他说 书啊怎么办呢 我说又很可惜 我说你一定你的门口 门口向着这棵树的树干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一出来就像树干 你看 这里放仓库 这个蒜头的气 它还有蒜头的气 会吓它 你看 这样也是树的 你说树没有生命吗 它也有生命 哎哟 我说你把这棵树往里面开 门开里面就好了啦 开了那么一个 树又慢慢又长起来 你看 所以很多事情 不口思议 啊 在 在 去年在 这个 鹿港高中 开课的时候 看到 有几棵树 这棵树 这棵树呢 这个壁刀 瘦过来 堆堆堆堆堆 这棵树都死掉 都枯黄 这是刀 直接瘦过来 就死掉了 再换也死了 再换也死 都是死 你看 那壁刀 杀气 一过来 一过来 这个受不了 我说不要做了 校长 这么不要做 同样的道理 树也有生命 虽然 他在怎么样呢 大家就有一种 无形的游里垫 游里的气 乱流的垫 乱流的气 人 受不了 房子 也受不了 在 台中 我们一位 很 很有名的大师 他呢 好 这一户呢 在这里 气功大师 这一个 刚好 房子右边 对边有一支 壁刀 他有四楼 直接冲了这一户 冲了这一户 正正当中 结果这位气功大师 他也都在替人疗伤 结果他吐血 一天吐了五次 一直没有力 有一天我就去看 我们曾经做师兄 我们那个师也曾经做师兄 他到这边 拜他为师 他去了 他就开始把他手一提起来 就一直说 汉得吸这个气 没有想到 那个煞气 就引导到里面来 引导到 他曾经做 陈师兄的身体上 我去看了 我去看完的时候 那曾经做师兄 他还是 心脏 肚子 好像刀子在割 在割痛 都要死 真的很难过 从来没有这样 我说他的煞气 你要把他吸看看 嘿 各位 你们知道 看到有煞气 手不要招呼 你一招呼他就找你 我说你赶快怎么 我叫他怎么解 才 跑下来 那么这栋房子 我去看这个陈大师 他这个地下的瓷砖 都裂了 连这边也裂了 墙壁的瓷砖也裂 厕所里面的瓷砖也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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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里面的瓷砖也裂了 这个直子的 直子中的裂了 里面的一条线 很厉害 煞气就是这么厉害 后来我就要赶快 你改玄关 玄关 改过来 外面 即使我外缘不好 外缘不好 没有办法 那我最起码内缘 念保平安 你就转过来 改了 现在也不吐血了 改了过了 差不多半个月左右 渐渐吐血也就没有了 他就要 有时间了 我的脚会 会酸 他就帮我移 我到现在 快四年 都还没有时间给他移 我说 你 再好多气功 再好多 抵不过 山河 大地的一切力量 山河大地的力量 不可思议 所以风水学是大自然 他因为没有动 他没有动 地球在转 他所汇集的游离电波 游离电 对我们这家 太厉害了 原来这位陈大师 他 哎哟风水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练气功就好了 我说没有用的啦 气功练是练啦 这个一来的话 你抵不过啦 吐血一天五次 不得了 这什么 前面的扇 我后来叫他 上面也挂个镜子 上面挂个镜子 把门改过来了 磁砖全部换了 现在三十年也没有裂 不然磁砖会裂 裂到后面去 很恐怖 这个电啊 就好像从地面穿起来 那不 人家 最近说哪一天会大地震 看这个会不会大地震 说哪一天 明天喔 大地震 地水师啊 洞三了 巫火 四瑶 七财 酬亥犹 这个 父母 化剑神 哎哟 阿弥陀佛啦 化剑 今天是饮日 对不对 欸 毛熱 蛤 毛熱是呀 今天是毛熱嗎 蛤 蛤 是齁 毛熱衝散掉了嘛 會放掉 晃屁 好 阿彌陀佛 哲學到這裡為止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